好 接下来再谈一下 因为今天这个热搜 大概排行榜都是前三名 马斯克当然这是 医学生物的科技领域 那其他的大脑晶片 新创公司Neuralink 首度对人类患者 这是一个瘫痪的患者 装了一个大脑植入物 这个手术结束了 据说恢复状况相当的良好 但是它没有太多的细节 它之前征求了很多 这个瘫痪者嘛 全身瘫痪 然后要求年龄是40岁以下 那当然这一例手术 是男性女性 什么样的疾病 然后它植入在脑部的 哪一个地方 那恢复 但是怎么个恢复良好呢 它没有太多的细节 但这已经是蛮震撼的 当然未来可能还会有 什么医学伦理等等 比方说 这样是不是人类接下 就长生不死 对不对 这个对于独裁者来讲 万年登基 所以你怎么看待 这个新的开始 但确实 当然对于一般的医疗来讲 可能很多家属 这个家里面的人生病等等 看到这个也会觉得亮起了一道曙光 这是一个纯粹的科技的一个晶片 植入人脑 对 其实Parkinson植入晶片 进脑部已经 以前就有了 它不是它完全它新的 可能它是新的技术 那人体体内植入这种晶片 或者说植入这种 这种所谓的一种装置 其实是老早就有了 那么心脏就有 心脏就有这种植入的装置 而且它的都越来越小 那脑部其实 Parkinson's其实 已经蛮久 蛮久一段时间了 那我主要看到就是说 马斯克我真的替它的那个 Tesla车子比较着急 它什么都玩啊 哇塞 从空中到人脑 从太空 对不对 又去玩 它的那个 就是Twitter它也玩 就是个梦想家 什么都玩 有钱什么都玩 所以我是觉得 它玩得这么广 事实上是不是到最后 它最后会变成 被多利分 因为发射太空失败 特斯拉最近也崩得很惨 对 那医疗当然是赚钱 隔行如隔山 你看波音刚搞个飞机 都搞不好了 对不对 特斯拉又搞这个 这个是低轨卫星 对不对 它又搞这个汽车 又搞这个通信 对不对 又搞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社交软体 现在它又搞这个什么 大脑晶片创新公司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它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当然很好 但是当然就是这个讯息太少了 讲的神神秘秘 只是告诉大家恢复状况的 这里有个描述 它说它是 就是要去给那个 电波嘛 要输送电波去刺激神经元 给它讯号嘛 对 那目前比较有助于是失去视力 对 还有那个就是行动能力 就是手脚瘫痪 这两种人比较有效 就它可以输送讯号给神经元 真的很希望咱们中国也有这种 怪咖的企业家 不要说赚了钱 你又去搞什么歌舞团 这个是什么话嘛 对不对 这种企业家整天在想东想西 万一最终它失败了 可是它留下来的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造福后代 你看那火箭 那种所谓的运载火箭 宠物使用它第一个啊 那啥都还没有它第一个啊 它现在中国学院 对 那个回收那个 对对 那个是要的技术 因为科技也是需要一些想象的 他就是个幻想家 一个很有创意的想象 那今天如果弄这个东西啊 我小时候 可能他们年纪比较轻没看过 有一个病人 然后实在是没办法治疗 就把医生用一种技术 把医生收到很小很小 把他收到病人脑袋 联合收小 你还有看过啊 你年纪不小 就把医生收得很小 到身体里面去修复 对对对 那如果这种晶片 能够取代这个功能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一种科学的突破啦 那另外跟油有关的 还有一个是路透的报道 因为美国的制裁跟付款问题 所以14艘的邮轮 上面载了1000万桶的 俄罗斯的原油 目前卡在韩国的 沥水港的周遭 已经滞留了好久 那相当于这个130万公顿左右 介大使怎么看 鸿海目前最新的发展 对其实真的 我观察那么久啊 其实胡塞啊 我只能说他不是乱打 胡塞在鸿海那边 挟着这个他地利之变啊 攻击了很多游轮 那个地方每天的 那个轮船数是 数十样上百量的 上百骚的啊 那他不是乱打的 他打目前为止看起来 跟以色列有关的 然后美国的 美国上一次 就是这个丹麦的轮船公司 被打嘛 立刻逃走的 里面应该载有美国国防部 要运到以色列的相关的军火 所以他打的还蛮准的 然后呢 他这次打的这艘船 我觉得他的目标是要打英国的船 打英国的船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就说 现在俄罗斯也不安全了 我觉得这个西方媒体最狡猾的部分 他们都在带风向 然后就是啊 然后就是说这英国人最擅长的就是 你看你们俄国人 其实问题你看这些胡塞连你俄国照打 然后他们之间也有仇 然后再不断的宣扬 让这个胡塞跟俄罗斯间也有嫌隙 这就是媒体都是这样报道的 不过我认为这一次这个船没那么复杂 基本上就是要打英国的船 那英国因为是跟美国 唯一跟美国合作一起去轰炸 胡塞组织的英国船 我觉得英国籍的船是跑不掉了 那是不是知道这上面是俄罗斯的石油 还是要用印度的 我觉得这倒是其次 不过他揭露一个事实就变成 英国船什么生意都做 你俄罗斯的石油在哪里接的 你难道不是从俄罗斯接的吗 对你这个船跑到俄罗斯是接石油 谁都知道印度在大买俄罗斯的石油啊 对不对虽然他是用附卢布去买的 可是这个印度过去两年 赚俄罗斯的石油差价 那可是赚宝啦 那问题你这个由英国的船 难道你去接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俄罗斯的原油 也是油吗 一定是到俄罗斯的广口去接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他正好揭露一个事实 就变成你看这些英国这些国家 唯利是图 表面上好像站在正义 其实有什么钱都赚 对不对一方面又谴责这个俄罗斯 一方面又帮俄罗斯卖油 呼赛是用导弹打的 还不是以前的火箭炮了 对 然后他的精准度也提高了 他是越打越有力 我是觉得他很有选择性 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胡赛的组织 我觉得他对于这么多船 在他的这个面前经过 他很清楚哪一艘该打 哪一艘不该打 哪一艘用火箭炮 哪一艘要用导弹去吗 我觉得他非常清楚 我们不要太小看了这个呼赛组织 那现在他现在先警告以色列 不警告日本 日本会受到神的惩罚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这个他已经啊 尽了他的道义责任了 就是说胡赛尽了 说我准备打你自己看着办吧 因为问题就是说 跟着支持以色列嘛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 那么日本事实上话 在很多这些 日本已经尽量了 在这个尾巴战争里面 他已经尽量保持很低调 可是最后还是被抓出来 因为日本非常清楚 他在这个 尤其他的生命线 他的石油 他的这个原油 大部分从这个中东来的 所以他不太敢得罪中东国家 对因为这个胡赛武装 他的这个领导人 特别拍了一段视频 是这还不是什么 这个什么路透或什么 写了一篇文章 是有这个视频 所以委员胡赛要代替神 人惩罚日本 会怎么样的惩罚 一直惩罚错人了 为什么 所以刚才那个 所谓的马林罗安达号 他事实上 这个营运单位不是英国 不是俄罗斯 是希腊 是希腊 要这条船到俄罗斯去载 然后到希腊港口停了 以后准备运到印度去了 那胡赛这些人 就是上网去查一查 这个船从希腊出来 Bingo 就一打不晓得里面是俄罗斯 所以我看俄罗斯已经很愤怒 我这个靠这个做生意的 在去年跟前年 希腊光做这个生意 赚翻了 因为他的这个就是 港口也好 邮轮也好 货轮也好 他做俄罗斯跟很多 东方某两大国之间的生意 做了很多 两大国 不是一大国 两大国 这个生意做了很多 好不容易 希腊有这种经济的荣井 胡赛组织在管理希腊不希腊 没想一打 是打到俄罗斯的货物 你俄罗斯让人很生气 你不是断了我的财路吗 那以后我还不要叫希腊去运 因为其他国家没有人敢去运 那英国就装傻 谁给我租船 希腊 我怎么可能不租给希腊 那希腊命令 我到俄罗斯港口去接石油 我就去接了 那希腊才不管你 其他欧盟国家讲的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要做另外的标示 以后离开俄罗斯的船 就要透过伊朗先通知 胡赛 这一条船在希腊港口挺的是我的 你不要跟我弄错 好 讯息要精准一点 对啊对啊 那至于日本 其实上一次那艘船 也是日本下单 船本身不是日本的 是以色列的货轮 但是是英国公司 都很复杂 可是运的是日本货 可是日本跟胡赛 没有这种管道 日本要去拜托伊朗 一定也要吃伊朗的闭门羹 所以这个所谓的神的惩罚 那就日本人 要赶快有神的照顾才行 那个神不在别的地方 就在俄罗斯跟伊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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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